那怎么办呢?只要你来,老子就把无人机,包括洗死球的球。 那洗死球的球你知道,北京特空研究所你查查是干嘛的, 就是北京特别航空气研究所。 你看到那个气球是个圆的,下边拿了个架子,那个是什么版的呢? 严格讲,打的样板,那根本不是正上八经的产品。 真正的产品,特空所,包括在珠海,包括在辽宁和哈尔滨, 以及在四川,还有在上海,这些地方所有生产的。 那航空气,那不是一般的牛,而且所有这些技术都来自美国。 当时特空所的一个战友,他说七哥,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来自美国雷神, 是美国当年雷神几个工程师,全都被共产党给挖过去了。 这跟北大还有关系,这所谓的北大到美国交流,技术交流, 一个州一个州的到处交流,去找人,捞人。 最后是找到这帮人,雷神的很多航空气的气球研究的工程师, 都到了中国去了,举家迁到中国去。 特空所大量的已经是几百万都生产好的, 早就生产好的,分分钟就可以给俄罗斯。 所以在俄乌战场上,在马尔根西区一定大量的供应, 尖端式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。 特别是现在的,俄罗斯急需的通信,独立通信和无人机, 无人武器和远程导弹。 特别现在是像东风系列,中国有几千万的库存, 不是几百万,那你随便就过去了。 中长城,中短城,直接就过去了。 而且特别现在战争急需的原材料, 铝啊,战争用的铝啊,钢啊, 还有特殊材料,装备都会给。 所以说,他会利用马尔根西访台, 他现在跟美国就威胁。 你敢让他访台,我就干这事。 第二,这一次,马尔根西要访台, 他们在军事上一定会有动作。 用气球吓唬你呀,你的飞机看得好多气球来了, 美军的基地,冲绳基地,气球来了。 美军在旁边布置的,因为马尔根西去, 一定是有护卫舰,潜水艇,军机,特别是P3,反潜机, 他都会有动作,甚至故意的跟你碰瓷,插枪走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